八仙成仙后在天庭都掌管什么职位 他们能够同孙悟空对抗吗 在遥远的中国古代 山巒之间隐匿着无数的传说与神话 在这些故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八仙的传奇 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成仙 各自拥有不凡的能力和职责 但在这个世界的另一角落 又有一位名叫孙悟空的猴子 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和智慧震惊了天庭 铁拐里作为八仙之首 经历了从凡人到仙人的蜕变 他的故事中充满了坎坷与奇迹 在成仙后 他不仅掌管着医术与药理 还在人间散播着慈悲与智慧 但在天庭铁拐里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他和其他七仙又分别掌管着什么神职 与此同时 孙悟空这位被誉为齐天大圣的猴子 以其不羁的性格和强大的法力 在天庭中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他的力量是否能与八仙中的任何一个匹敌 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对抗 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那么铁拐里和孙悟空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传奇人物 他们的命运和力量将如何在天庭中交织碰撞 在这场神仙与神仙之间的对决中 又将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故事呢 一 铁拐里的神秘修行 在遥远的古代 铁拐里八仙之首 是一个形象英俊 魁梧的男子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可以四处游历修行 逐步领悟了到家的精髓 但他并未出家 仍有家庭和妻子 铁拐里的家庭生活 充满了矛盾与理解的挣扎 他的妻子 美丽却现实 经常对他的修行 既感兴趣又抱有怀疑 一天清晨 他们在院子里对坐 铁拐里正分享他在外游历的所见所闻 你知道吗 在昆仑山 我遇见了一位真人 他教会我如何用心感受自然 铁拐里的声音中 透露着深刻的感悟 妻子轻轻摇头 笑道 这些你都信 你不觉得这些太过神秘了吗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 铁拐里微笑着回答 在到家修行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若体会过 便会知道妻子叹了口气 说 我只希望我们的生活稳定 你的修行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帮助 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忧虑 铁拐里深情地看着妻子 轻声说 我的修行 是为了寻找生命的真谛 也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未来 请你相信我在这段对话中 铁拐里的妻子虽然支持他 但内心深处仍曾有疑虑 他无法完全理解铁拐里 追求到家修行的决心和热情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断展现 铁拐里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 但他对物质生活并不满足 他渴望通过修行 探索生命的更深层次意义 每当他从外面的游历中回来 总会带着新的见闻和体悟 希望能分享给妻子 但往往收获的是 妻子的不解和忧虑 这种生活的矛盾 并没有减弱铁拐里对修行的渴望 反而使他更加坚定 他相信通过修行 他能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并且给予家庭更多的精神支持 二 离奇的灵魂出窍 在一次深入的修行后 铁拐里决定尝试一种 更深层次的法术 这天晚上 他们在家中的书房里对话 我将尝试一种高深的法术 需要你守护我的肉身 七天铁拐里 语气严肃 眼神充满了决心 妻子显得有些烦躁 不耐烦地回答 七天 你这些游手好闲的修行 又能带来什么 我们的生活需要你 你却总是沉浸在你那些 莫名其妙的修行中 铁拐里轻声解释道 这次的法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它可能会让我更接近于 到家的终极真理 请你理解妻子叹了口气 皱着眉头说 我不懂你说的真理到底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们的生活需要稳定 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铁拐里坚定地说 我知道这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 但我必须这么做 我保证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这次对话中 铁拐里的决心和妻子的不理解 形成了鲜明对比 铁拐里所追求的 不仅仅是个人的修行进步 更是对更高层次的真理的探索 而他的妻子 更关心的是 现实生活的稳定和安宁 铁拐里清楚 这次的法术尝试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但他也知道 这意味着他要暂时离开他的妻子和家庭生活 他的心中既有对未知的期待 也有对家庭的愧疚 妻子虽然表达了他的不满和担忧 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他深知铁拐里的执着 也明白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在他心中 虽然有不理解和不赞同 但更多的是对丈夫的担心和关心 铁拐里的妻子 为他准备了一间安静的房间 那离远离家中的喧嚣 是进行修行的理想之地 铁拐里在房间中安置好所需的法器和香炉 他知道接下来的七天 将是他修行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 被叛与重生 在铁拐里进行深层法术修行的七天里 他的灵魂游离于肉身之外 探索着无形的世界 与此同时 他的妻子在家中度过了漫长而焦虑的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妻子的不耐烦逐渐转化为怨恨 他开始怀疑铁拐里的修行是否真的有意义 甚至开始怀疑他的忠诚 在一个深夜 他独自一人坐在灯下 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愤怒 他的身体还是静静躺在那里 一点生气都没有 他自言自语 他到底去了哪里 这样的修行又有什么意义 终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找来了村中的火葬工人 指着静静躺着的铁拐里说 他已经去世了 我要为他办理后事 火葬工人惊讶地问 这么快就要火化吗 他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妻子冷冷地回答 他已经离开了 我不想再等就这样 铁拐里的肉身被火化了 不久之后 铁拐里的妻子改嫁给了另一人 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铁拐里的灵魂 在第七天回到现实世界时 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肉身已不复存在 他四处漂泊 无处安身 最终 他发现了一个刚刚饿死的乞丐 决定借此身体众生 这是我的唯一选择了铁拐里的灵魂自语道 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奈和悲哀 他小心翼翼地接近了乞丐的身体 开始了戒失还魂的过程 不久 他感觉到了乞丐身体的重量和疼痛 意识到自己已经成功地借用了这个身体 当铁拐里以乞丐的身份站起来时 他感到自己的一条腿无法正常行走 这使得他成了真正的铁拐 他凝视着自己那瘸了的腿 心中涌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触 四 痛苦的觉悟 铁拐里以瘸腿乞丐的身份生活 每一天都是痛苦和挣扎的战斗 他的内心充满了迷茫和不甘 对于自己的命运感到困惑和愤怒 一天 他拄着拐杖 艰难地攀上石笋山 决心在那里闭关修行 寻求心灵的解脱和道法的提升 在山中 铁拐里遇见了一位老道士 面容慈祥 气质超凡 老道士问道 你是何人 为何以这般模样来此 铁拐里叹息着回答 我曾是到家修行者 但不幸遭遇变故 现在只能以这副模样生活 老道士点头表示理解 温和地说 世间万物 无常转换 你的遭遇或许是一种考验 也是成长的机会 铁拐里低下头 沉默片刻 然后问老前辈 我该如何在这样的困境中 找到前进的道路 老道士微笑着回答 修行在心 不在行 你的心弱不缺 你的道便不缺 静心修行 必能有所领悟 被老道士的话所触动 铁拐里在石笋山上苦修数年 他逐渐放下了对肉身的执着 专注于心灵的修炼和道法的领悟 他的内心逐渐变得平静 对于世事的看法 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终于有一天 太上老君现身于他的面前 老君的眼中充满了慈悲和智慧 他点画铁拐里 让他领悟到了更深层次的道法真谛 铁拐里你已经超越了肉身的束缚 达到了心灵的自由 从今以后 你将成为众人眼中的药王 以你的智慧和能力 救助世间众生 太上老君的话语 充满了力量和鼓励 铁拐里身身鞠躬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畏 他知道 自己的人生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 从此 铁拐里成了众人眼中的药王 以他深厚的道法和医术 救治了无数疾苦的人 他的故事成为了传奇 流传于世 五 晚年的恩泽 成为药王的铁拐里 在石森山下的小村庄里 开始了他的先医生涯 他的名声迅速在附近传开 许多患病的村民都来寻求他的帮助 铁拐里总是耐心听取他们的困扰 然后用他的药理知识和炼制的药膏 来治疗他们 有一天 一个腿脚不变的老村民 艰难地走到铁拐里面前 他的脸上布满了痛苦的痕迹 铁拐仙师 我这双腿风湿痛得厉害 已经好多年不能正常行走了 铁拐里仔细观察了老人的腿部 然后从自己的药篓中拿出一罐药膏 温和地说道 这药膏能治你的风湿骨痛 拿去吧 不用还我 老村民接过药膏 眼中充满了感激 大恩不言谢 铁拐仙师 你是我们的救星 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像您这样的好心人 铁拐里微笑着摆摆手 你只需按时涂抹 好好休息 我的愿望就是能帮助像你这样的人 老村民充满感激的离开后 铁拐里继续他的医治 他的药膏不仅仅是药物 更是他智慧和慈悲的结晶 他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病痛的同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铁拐里在村民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他不仅治愈了他们的疾病 还教导他们如何保持身体健康 如何和谐的与自然相处 铁拐里的故事成为了村庄的传说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铁拐里的生活虽然简朴 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 他知道自己虽然失去了原本的肉身 但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奉献 他找到了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